真正的医疗人文不外乎是贴心两个字 想想看假如你住的地方离医院非常的远 做一趟检查是多么的不方便 花莲就有这样的状况 因为地形狭长 很多民众的住家附近就是没有医院 所以花莲慈敬医院就打造了行动X光系统 一卡皮箱里面装的是轻量化的X光筛减设备 还透过AI来模拟模组化 所以一到了乡下把医院带到你的家门口 立刻可以做各种的肺部筛解 检验之后一旦判读X光片可能有问题 现场就可以立刻做裁剪 让民众少去跑医院的住车劳等 医护人员开箱里头装的是法宝 这个是我们的攜带XX光机 这一台 小小一台攜带方便 组装完成就是偏箱医疗的筛减力气 我们不是在车子上照 我们是在里面 好像医院一样 我要进去医院里面 我们把机器带过来 我们动 民众不要动 那这样的方式 其实民众会接受检查医院会更好 吸气 吸饱 避煮气 X光片拍摄完成上传平板电脑 马上显示影像 来了 现场可以先让AI去判断说 这个人的影像是不是可能有肺结核 影像医学部的医师 他可以马上去看这张影像来看说 那是不是要把这个民众去现场 就直接去做流弹 不用去医院照觉怎么样 很方便 对 这个方便 智慧医疗缩短沉箱差距 为花冬民众健康把关 待新闻 真善美志工叶朝庆 花莲报导